大家好,我是龙道,我们接着来讲安利 今天我们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复兴图 先看图片 从这个图片上我们看外观的话 这个户型就像一个L型 像这种房子它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可能缺角的地方比较多 那么我们给它画上九宫 当然也有朋友说画这个九宫方式怎么怎么样 但是如果我们不画这个九宫的话 如何确定房屋每一块区域它所属的一个方位 同时如何看出每个方位到底缺了多少 对不对 这种方式的话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方式 然后这个房子的话它是坐钉像轨的 知道朝向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方位全部给它排进去 排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哪个位置缺了 以及它缺了多少 缺的比较多的话 即是砍弓和梗弓 几乎的话是属于全缺 然后正宫梨宫 坤宫的话是缺了一些 尤其是梨和坤 这两个地方缺的比较少 所以说它影响的话就比较小一些 同时的话我们看一下它中宫的话也缺了一块 中宫的话我们知道 2022年虎年它是一个官萨位 所以说影响了有一些大 像这种房子的话除了缺角以外 我们再看它这个入户门进去之后的话 它是一个推拉门 推拉门外面是个阳台 这个阳台它做的是一个全封闭式的阳台 所以说它算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空间 但是入户门正好对着推拉门出去 然后对着阳台 这来就是穿堂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这个房子的问题 就是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慢慢下面我们说一下解决办法 第一个我们说穿堂 穿堂的话一般我们用的多的 就是在中间用格挡的方式 比如说做一个储物架 或者是做一个平方 但是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房子的话 就不太适合去做这种东西 为什么第一的话它是空间比较小 它整个能使用的面积 就是40多个平方 同时我们要兼顾它采光的问题 我们在这中间做个格段 或者是做一个平方的话 就会影响客厅的一个采光 因为客厅的采光都靠阳台这一块区域 映射过来的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进行做了 第一个我们在阳台靠近外侧这边 摆放上一些绿色的植物 或者是一些高大叶片的植物 摆放在这里 它可以阻挡这个气流过去 同时它也不影响我们的一个采光 第二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沙发的左手边 放一个鱼缸 如果说你喜欢养鱼的话 那是更好的 里面可以放一些鱼 因为这个水的话 它会吸引这个气磁场 所以它也能够帮我们流住气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方面缺角 先看中宫 中宫的话是今年的官萨 所以它缺了影响比较大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一块泰山石 泰山石放在这里的话 它就可以掌控整个房间的一个气场 同时呢我们再看它其他两个全缺的地方 即是砍和梗 砍的话我们知道它五行属水 梗的话五行属土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它的特质来进行摆放 那么我们刚刚不是说在左手边摆放了个鱼缸吗 这个鱼缸的话五行就属水 它刚好的话又处于砍靠近砍挂这个方位 所以它有一定的弥补砍挂缺失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把鱼缸摆放在这里就是一举两得的一个作用 然后我们再看梗挂 梗挂它这个情况就是四周都不靠啊 那么像梗挂我们如何进行弥补啊 我们当时不是在中宫的话放了一块泰山石嘛 泰山石五行属土既能补中宫啊 它对梗挂的话也有一定的扶持作用 所以梗挂的话我们暂时就不处理 然后我们看正挂 正挂缺了一些啊 那么我们可以放一些陶木一类的摆件摆放在这个位置上 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然后我们再看梨和坤 梨挂和坤挂都是缺的很少的 其实我们可调理可不调理的 但是坤挂呢又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坤挂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摆放一个黄色的水晶球 这家人的话也是想把这个阳台的话 作为一个茶室来使用 就是平时来客人喝喝茶的一个地方 那么摆放一个黄色的水晶球 在自己桌子的左手边啊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同时的话也提升了整个气场 好的 这个户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评论或者实信我 再见